今天是我们在鸡变一百天里边生存的第五天 将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多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发展 挖矿的话我觉得效率还是有点慢的 我们去找一下遗迹吧 看能不能找到其他的幸存者 找遗迹的同时呢 我们需要找一些皮革 因为我们要做附魔台吧 然后尽量的多收集一些食物 现在我们的食物也所剩无几了 然后家里边现在只有33个面包 还有一些肉 如果后期的生物一旦发生变异的话 我们获取食物的途径是特别难的 这森林里边的树是特别大的 我们家里边的木头并不是很多了 直接来砍一些木头连锁采集 哇兄弟们这应该有一组吧 57个够用了 哎兄弟们猪身上有了斑点看到没有 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变异的前兆 如果再等一段时间的话 我觉得这些生物就会发生变异 前边好像有个遗迹我们过去看一下 这应该是森林里边的一个庇护所 这边有个小绿房子 还有床和宝箱 好里边有两本书 这什么呀 看一下 看懂了没兄弟们 这书里边的内容大概就是南瓜特别帅 是一个高玩 这还用你说吗 直接把它扔在箱子里边 留给我的后人看吧 然后上边好像有一个庇护所 这边有梯子 我们上去看一下 上面有没有前辈留下的宝藏 哦这边有个箱子 藏在了树叶里边 我们打开树叶看一下 哦剑 迟缓之剑 我们现在有工啊 但是箭的数量并不是很多 拿一下吧 这东西对我们来说挺有用的 还有这个头盔也拿一下吧 家里边的铁并不是很多 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这边还有一个小平台 有没有宝箱 哦 展示框 那应该就没有东西了 兄弟们 我们撤吧 往森林的深处走一走 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遗迹 最好的话 能不能给我来几个幸存者呀 玩这些末日类的游戏 我觉得有一个幸存者 陪着我还是特别不错的 这边有南瓜 兄弟们南瓜遇到南瓜 必须要把它带回家 之后呢 我们可以利用南瓜 做一些铁归类什么的 和我一起守护庇护所 这森林深处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宝贝 倒是猪挺多的 而且这些猪 兄弟们看到班底没有 我觉得他们马上就要变异了 哦 兄弟们 前面是什么东西啊 现代建筑 兄弟们 发财了 这里面应该是有宝藏了 而且有一些怪 这有一个触手 这东西应该是一个召唤的触手 还有很多怪 兄弟们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梦的极点 先把怪物解决一下 我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啊 三阶召唤魔柱 等等等等 把它解决一下 这个东西应该是会感染土地的 然后可以使这些动物变异 遇到这个东西 必须要把它解决掉 它现在还没有什么攻击性 这边的土壤已经被感染了 然后这里边 这边还有车 那车也开不了呀 这应该是车吧 我进去看一下 进去看一下 哦 兄弟们 这里边的设计还是不错的 把怪打一下 感觉这些怪的反应好慢呀 感觉不太聪明的样子 这边的小房间特别特别多 哎 这边有个宝箱 附魔术 耳吊 效率五 兄弟们 我 效率五是好东西 拿下吧 耳吊三的话也拿下吧 虽然说没有什么用 但是我觉得还是拿下吧 然后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可能有点用 我们把腐肉放下吧 然后把这个东西带走 卧槽 什么声音 好恐怖 这个声音大概就是寄生虫发出的声音 我们来这边看一下 哦 这边还有个走廊 这边有房间 哎 吓我一跳 三个怪 把它解决一下 我们现在特别需要钻石 我们现在的装备还是铁制装备 挖钻石的话 我觉得特别慢 如果这宝箱里边有钻石的话就好了 哎 这边有箱子 铁 好多铁啊 兄弟们 铁的话我们都带走 这边有怪 想偷袭我 没门 把它解决一下 两刀可以砍掉它 这里边 哎 苦力啪 哎呀 妈呀 哎 等等 铁块兄弟们 我去 兄弟们 这个建筑的屋顶全部都是用铁块建造的 这是有多富呀 直接连锁采集 看一下 一组铁块 太爽了 而且地上还有一些 把这个破头盔扔了吧 把地上的捡起来 又捡了41块 这边的话有一个箱子 铁块腐肉 蜘蛛网 没有什么用 哇 兄弟们 真是富呀 早知道的话我们就不下矿了 再挖一点吧 再挖一点铁块 我们这个系列的铁肯定是够用了 这边是通向二楼的一个楼梯 我们上去看一下 一楼的话是铁块 二楼的话应该是黄金 三楼如果有钻石的话 嘿嘿 发财了 我们直接上去吧 话说这个钻石键为什么打蜘蛛网这么慢呀 这边 哦 有点暗 等等 嗯 哇 吓我一跳 这个黑色的东西是什么 暗影树树叶 这边呢 我觉得兄弟们 二楼是肯定有很多宝贝的 我们不着急 慢慢的探索 他准备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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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